Hello,大家好,这里是Bug实验室 一个专注于揭秘互联网中那些不为人知Bug的聚集地 据上一期视频更新的话,已经有接近两周左右的时间 在进入这期视频之前,想先问朋友们一个问题 平时在遇到图像像素不清晰的情况下是如何? 对图像进行优化处理的 是不是非常的头痛呢? 这期视频的话就给朋友们安利一个非常牛的软件 它能够将我们像素不佳的图像、动图、视频等等 进行一个无损放大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这是一个开源的软件 直接在官网就可以下载到 下载地址的话在视频末会给大家提供 下载地址的话在视频末会给大家提供 接下来我们进入软件来演示一下 下载到安装包后,我们直接双击这个.exe文件即可 当然,其也提供了一个安装版本 这边使用的话 给大家使用免安装的版本进行一个操作演示 首次进入这个软件之前的话 还会进行一个兼容性的一个测试 大家根据它的一个提示进行操作即可 这边的话也提供了一些引擎的一个设置 视频设置,附加设置,兼容性测试等等 这些的话都不用去管它 直接根据它的系统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主要的话,这期视频的话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将图像进行一个无损放大的处理 首先我们准备了一张测试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其清晰度的话 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那么我们再将这张图片进行一个无损放大的处理 看看效果如何 我们直接将图片拖拽至我们的软件内 我们在左下角这边将图像的放大倍数调整为6 然后将图片的降噪等级调整为4 接下来我们直接点击开始 处理图像的话 经过测试一般可能要等待到2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 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它处理完成 然后看完成之后两张图片进行一个比对 好了,这边的话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我们先将软件隐藏 可以看到两张图片 一张是我们刚才拖拽进去的图片 我们打开它 可以看到其清晰度的话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这是一张我们刚才经过处理的一个图像 我们打开它 然后两张图片的话 经过对比的话 露眼还是可以看出其有些不同的 比如说这个鼠标的这一块区域 就明显的比原图要清晰了非常多 当然这只是这款软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无损放大测试 还有其他更多的功能 有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自己去下载体验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一个全部内容 如果想要获取这款无损放大软件的下载地址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头条号 bog实验室 关注后 然后点击我的头像 私信我关键词 无损放大 即可获取到一个下载链接 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留言点赞转发收藏支持下 关注我下期视频更精彩 拜拜